SM即将出道的全新女团成员后补6个人,其中有两位来自中国。 从少女时代,戴到F、X,以及今天的Black Velvet,只要是SM推出来的女团组合,都会成为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踪报道。 因为在很多普通大众看来SM出品,毕竟品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 那么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可能成为SM下一个女团成员的那些偶像练习生吧,因为不久的将来她们就是下一个少女时代。 97年出生的朴京妍,她本人的父亲也是一名歌手。 因此曾经也和自己的父亲一同出演过6系列的写生部,而受到过关注。 而后在SM的很多影像中也露脸,所以很多人认为下一个SM女团里一定会有她的一席之地。 许米洋?是的,她是一名来自中国四川的妹子。 不仅有着170的身高,而且长相颇具中国特色,变形的川妹子。 期待能成为第二个宋茜?当然如果能当上队长就更好啦。 从13岁开始就在SM当练习生,也是所有的练习生当时间最长的一个人。 2012年的时候曾经和Rag Velvet,色奇,Aren一起出演过节目。 她是一名韩日混剧的偶像练习生。 在9岁的时候就展示过本人出色的舞蹈实力,在这几个练习生当中的最有可能成为主舞的成员。 这位就不用多说了吧,已经在国内的中国达人秀有过出色发挥的她,是这几个人中歌唱实力最好的人,老家是黑龙江哈尔滨出生的她,是个典型的东北女孩,期待她出道以后更好的发挥。 从2011年开始当过童星的她,之后和SM签订了协议。 而在她出演的电视剧当中,她也因为出色的演技广受好评,相信以后正是出道之后,她也会出演更多的电影以及电视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